而這次總統辯論也第一次由12個公民團體代表向馬蔡宋三位候選人提問 在如何縮小貧富差距 課真富人稅 以及高房價如何落實居住正義等等敏感的議題上 要三位候選人正面回應社會基層的聲音 公民團體代表上場提問要總統候選人接招 其中貧富差距的問題公民團體要問 有沒有破例開真富人稅 要不要對於富人課更多的稅 基本上我們的稅制也應該是這樣 所以朝這個方向改革是對的 但是資本利得稅能不能開真要必須審證 因為最主要的原因要看到它能不能真正達到我們的目的 所以我說課富人稅我贊成 我們在上一次執政的時候成功的將最低稅富制建立起來 目的也就是像我們在這個社會上它的財務狀況比較好 收入比較好就俗稱的富人來課稅 其實它就是一個富人稅的一種 落實我們的資本利得的稅包括證交稅等等等等 同時我會召開全國的財政會議 因為這些債留子孫的問題已經不是財政問題 是國家安全問題 貧富差距加上高漲的房價也掀起公民團體對於居住正義的關切 居住正義無法 我知道包括楊凱雄都不滿意 但是這也是我們中華民國有史以來 在土地政策上所邁出最大的一步 實價登陸 實價徵收 社會住宅的政策一直是民進黨的主要的目標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說在長期來看可以達到我們房屋總存量的百分之十 那也大概是將近八十萬戶 我承諾對於這個都市住宅的問題要做大幅度的改變政策 第一 那就是我們必須要有公有的土地 想辦法來把它的周圍的這個交通把它去做好 而人權團體關心何時才能有一部集會遊行的保障法 在我們的任內我們會修正以上不符合人權保障的規定 集會遊行應該要報備制 不需經過主管機關的審核同意 我在在野的時候就提出來要修改成報備制 我上任之後就提出的草案就是報備制 可是很遺憾的在立法院民進黨不接受 他要廢除掉 那廢除就有問題了 確實應該要去修正 但是我主張就是對於大型的這個集會 應該採報備制 但是其他的很多的細節 應該徹底加以這個修正 三位總統候選人在公民團體的提問下 闡述社福及勞工政見主張 環安久強調已經將理念落實在社福等各項政策中 蔡英文則在富裕政見中表示 未來公共化託譽將以社區化為方向 聰楚儀也在勞工議題中承諾 當選後公家機關不會任用派遣公 記者臨選張國良 臺北報道